电视剧在梦华路在豆瓣开分了,评分高达8.8,成辟自行。 达五分者高达58.8%,一分者仅有1.9%,也从侧面说明梦华路的风评很赞。 在梦华路的短评中,获赞最多的一条是首先他尊重了我的眼睛,其次他尊重了我的智商, 也就是说,梦华路,从形式到内容,及从画面之感到故事逻辑都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 梦华路,真的很好看,改编很赞,大部分故事情节的逻辑自洽的, 但有一个情节,怎么也让人理解不了,堪称全剧最大败笔。 这个情节就是,诺大朝廷,竟然没人知道顾千帆的亲生父亲是肖亲岩, 没人知道他们的父子关系。如果顾千帆是个普通人,这可以理解, 如果肖亲岩是个普通人,这也可以理解。 但二人都赫赫有名,官居要职,而且二人的名声半斤八两, 都恶名远扬,一个奸相,一个火炎罗。 没人能查出他们之间的关系,这就让人不能理解了。 我们常说,最了解你的通常是你的敌人, 敌人想要击败你,千方百计想要抓住你的弱点, 所以才想要更全面了解你,尽全力去挖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也就是说,无论是顾千帆还是肖亲岩, 都有很多想要置他们于死地的对手, 这些对手久居官场,手段,人脉,资源都有, 挖掘顾千帆或肖亲岩身上的秘密,应该一如反掌。 但肖亲岩和顾千帆是父子的事实, 他们竟然毫不知情。 肖亲岩久居江南,江南官场的官员竟无一人知晓, 如果他们知道,也就不敢冤枉顾千帆, 对顾千帆下追杀令了。 顾千帆久居东京,东京诸官, 也几乎全然不知,连他的上司, 阴险狡诈,思虑周全的皇城司室宦官雷靖一不知情。 顾千帆这次下江南, 雷靖才发现顾千帆和肖亲岩关系不一般, 但又不知二人是何关系, 才派手下崔忠去查, 崔忠竟然还没查到二人之间的真正关系。 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难查吗? 按理说,不难, 毕竟时间是一围的, 一个人在这里出现就肯定不能在那里出现, 只要按照时间点去查, 翻开肖亲岩的过往, 总能查到肖亲岩和顾千帆母亲之间的关系。 而一旦查到这层关系, 就算查不出顾千帆和肖亲岩是父子关系, 也能查出顾千帆的母亲和顾千帆明面上的父亲, 顾千帆的舅舅之间的关系。 肖亲岩和顾千帆母亲在一起的时间, 顾千帆的年龄, 肖亲岩对待顾千帆的态度, 把这些元素联系到一起, 也可大致推测出二人之间的可能关系。 但这些智商在线的官员们, 突然像是集体失智, 这么明显的线索愣是查不到, 这是一层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, 逻辑不通的地方。 或许有人会说, 肖亲岩一定是做了掩盖, 所以才查不出来。 掩盖是必然的, 不然怎么能叫秘密? 但有些事情, 明显是掩盖不住的, 更何况各府都有暗庄, 这些人长期潜伏, 又有什么秘密他们探不出来呢? 就算之前不知情, 但这次顾千帆去江南, 去肖府, 肖亲岩搞得阵仗很大, 还带着顾千帆去祭祖, 这么明显的行为, 竟然还没人能查出来, 这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。 只能说这个情节实在让人难以理解, 是全剧的最大败笔。 《风华路》中的顾千帆, 身份多重, 明面上的身份, 近世出身, 皇城司顾副使, 在雷靖手下做事。 暗中身份, 清流为扳倒雷靖设下的暗庄一枚, 他还有另一层马甲, 他是奸向肖亲岩的大公子。 身份多重, 背景雄厚, 智商在线, 这些元素注定了顾千帆时常处在纠结中, 不过赵帕尔对他的八字评价, 国之鹰犬, 民之爪牙, 令他笑竹颜开, 觅到了知音的感觉, 红颜知己啊。 是的, 懂你的人, 不用解释也会懂, 不懂你的人, 解释了也不会懂。 做人, 无愧于心, 做事, 无愧于民, 些许虚名又算得了什么。